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但始終最重要的是 我們本身要有屬於自己的平台 就算我們Facebook 和Youtube的五毛Post 這些始終是社交網絡 雖然他們多人 可以幫你宣傳 散播你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自己的平台 還有我們其他同工都要記住 最重要的是我們本身的平台 其他是一個輔助的角色 但可能在Facebook的世界上 我們會忘記這件事 會覺得Facebook不是輔助 這是一個主菜 但這次你見他轉變Policy 你就明白到 究竟誰是主菜 誰是客 所以在農曆新年之後 我們門徒媒體 就會開設我們的 Twitter 和Instagram 我們的新聞 或者我們的文章 我們會同步在我們的網站 在Facebook Twitter 和Instagram 發布 不過我覺得 Twitter 或者Instagram 都有機會 讓我們可以接觸一些 不同的對象 一些現在在Facebook 接觸不到的人 除此之外 我們現在也有YouTube 之後應該會再加強YouTube 我們會分散風險 不要把所有雞蛋 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但我會鼓勵 我們的聽眾 也好 讀者也好 主要都是進入我們的網站 是的 而且始終 這是不變的 這才是我們的主力 是會看到一些最更新 和最齊全的 叫教的資訊 其他的始終都是輔助的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